近十年最好的一届中国男篮 后来怎么样了 四号的他初出茅庐 但已展现出了组织能力 后来他成为联盟顶级后卫 总决赛的MVP 也成为了国家队队长 很重 也很痛 五号的他陪着中国男篮走了很久 他还想用中投和穿针引线帮助球队 直到退役 人们才想起他当年是那么出色 如今在中国男篮的教练席 一起经历至矮时刻 六号的他名声在外 你会永远记得逆转韩国他尖刀般的突破 和火药筒般的热情 他身上有短板 有争议 如今也是被伤病缠身 可我们还会想起 那个突破带风的少年 七号的他有身体有射数 历史唯一的扣篮加三分双辽冠军 那届比赛并没有上场太多 在联赛里又打了好多年 三十二随便退役 八号的他已经跃跃欲试 外线突袭 顶人墙头 有个人能力 国家队的八号可不是说说而已 后来他成了丁神 可有些天才的路 总是走不到最高峰 这个赛季打过 弹出联盟 九号的他拥有着无限活力 空切篮板转换防守 是国家队的常客 可如今他的时光 别已过去了 十号的他值得信赖 全面可靠的风险 有身体 能防守 高跑台 为女儿重病奔波的男人 好在上天不负 后来大家都叫他周队 后来出人意料地离开了广东队 十一号的他在这次比赛留下太多画面 定海神针 替队友出头 单臂隔扣 他一直在为中国南岚做这些事 可能是最后的巅峰 然后陪着南岚经历失望的回忆 直到离去 没有精英 十二号的他用三分交灭对手的希望 强壮的交错乐布朗 然后在CBA夺冠 二零至二一 是他留给CBA最后的记忆 十三号的他是年轻的中锋 没有得到什么出场机会 他有能力 可一直没成为世人期待中的样子 十四号他是主要内线轮换 篮下的得分才华 联赛里的MVP 可这么多年来 好像还是那个样子 很好 却也不够好 十五号的他封盖扣篮 身上的天赋显而易见 对韩国的怒吼 是我见过他最激情的样子 再回到CBA 还是中国南岚最好的内线 但伤兵让他没有再进一步 他的身边也没有当年的大哥 马尼拉惨败 中国南岚带着使命来到长沙 老帅 新兵 老将 中坚力量 没有一丝懈怠 他们可以逆转二十分 他们可以复仇老对手 可以一场不败 当易见连举起手 所有的队员围在一起 场内响彻歌唱祖国 请将瞬间永远定歌 这是属于中国南岚近十年最好的画面 我们以为那是重新开始的意义 可事实从未如愿 我还想必将永远是中国南岚的球迷 可中国南岚的路在哪里 我并不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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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